医生提醒,长期吃降压药,若身体出现这三种情况,建议马上停药。 50岁的李先生在一次公司安排的体检中,他被发现血压偏高,后来在医院接受了详细的检查后,确定是原发性高血压。 为了能够控制他的血压水平,李先生开始服用降压药。 一开始,药物似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李先生的血压逐渐稳定下来。 他也感觉身体状况良好。 然而几个月后,李先生经常感到疲倦和无力,胸闷气短,头晕目眩。 他还注意到自己的腿部肿胀,并且体重明显增加。 担心自己的状况,李先生决定就医寻求答案。 全面的体检和血液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肾功能异常,血红蛋白水平下降,以及心脏负荷明显增加。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这些症状可能与长期服用降压药物有关。 某些降压药物有较强的副作用,而这些副作用症状在李先生身上得到了体现。 医生建议李先生立即停止使用目前的降压药物,并制定了新的治疗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监测,李先生的症状逐渐改善,肾功能得到恢复。 心脏负荷减轻,体重也逐渐减少。 在现代社会,高血压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健康问题。 但对于降压药的使用和注意项,相信很多人都不了解。 1. 降压药在降低血压保护身体健康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降压药物的作用机制因药物类别而异。 一般而言,降压药物通过以下几种机制发挥降压作用。 1. 改变心脏收缩力和心率。 例如,受体组织剂可以通过一定的路径阻断心肌细胞上的受体。 2. 此时,心脏会跳动得更加缓慢,而且跳动力度也会下降。 这样每次从心脏射出的血量就会减少,对动脉血管的压力也就降低了。 2. 扩张血管。 在入口同样压力的情况下,细水管内所要承受的压力肯定比粗水管的压力大。 放在血管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类似盖通道组织剂。 3. 阿尔普等就是让我们的血管从细水管变成粗水管。 这样血管要承受的血压就变低了。 3. 减少体液容量。 还是用水管举粒子。 如果一根水管里的水完全充盈满了整根管道,甚至还有一粗,那水管自然压力大。 但假如将这些多余的水去掉,水管的压力就会下降。 利尿剂就是通过这个原理来发挥作用的。 4. 抑制血管紧张素的作用。 如果血管总是处于收缩状态,就相当于粗水管一直当成了细水管在使用,而造成这种原因的正是血管紧张素。 当这种激素能够被抑制,血管就能恢复到粗水管的状态。 而SEI就可以阻断血管上这种激素的受体。 2. 长期使用降压药物还可能伴随一些风险和并发症,需要特别注意。 以下是一些长期使用降压药物的风险。 1. 药物相互作用。 一些降压药会降低胃肠道吸收其他药物的速度,或者竞争性的结合蛋白质,导致其他药物在体内的有效浓度下降。 同时会影响机体内的药物代谢酶的活性,从而影响其他药物的代谢速率。 2. 而和镇静剂、抗阻按药一起使用时,还会增强镇静效果导致低血压出现。 2. 肾功能损害。 能够扩张血管的降压药物同样会使肾脏动脉也发生扩张,这样流入肾脏的血流量就减少了。 肾脏长期缺血会对肾脏的功能产生损害,而像利尿剂则会让肾脏丢失更多的甲。 2. 长期缺甲也对肾脏功能很不利。 3. 心血管事件。 降压药虽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血压,但是造成高血压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血压升高,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而降压药仅仅只能解决其中和血管、体液量有关的问题。 4. 像动脉周样硬化、慢性肾病、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则无法靠降压药解决。 因此,长期使用降压药物并不能完全消除心血管的风险。 患者仍需注意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 4. 咳嗽和呼吸困难。 有些降压药物在全身各处都有相应的作用靶点。 因此,在使用它们的过程中可能带来一些其他身体部位的反应。 而就在呼吸系统有作用靶点,会引起咳嗽和呼吸困难。 3. 三种情况。 切勿犹豫、立即停药。 了解下面三种情况对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这样可以及时识别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以减少潜在的风险,并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健康。 情况一,严重低血压症状。 严重低血压会导致供氧不足,对心脑血管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引发心脏骤停等严重后果。 对于年龄较大或基础健康状况较差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持续性头晕。 晕厥、虚弱、恶心、冷汗等症状。 如果你在服用降压药期间出现上面所提到过的严重低血压症状,你需要立即停止服用这些药物,并且尽快去到医院寻求专业的紧急救治。 在停药前应与医生进行沟通,避免自行停药造成其他风险。 情况二,肾功能异常。 当你发现自己食欲减退,尿量减少偶尔有血尿,蛋白尿,并且容易疲劳等非特异性症状时,你需要及时地前往医院肾内科就诊,配合肾功能评估相关的抽血化验,并与医生讨论是否需要停用降压药物。 情况三,严重不良反应。降压药物可能导致患者出现过敏反应。心率失常,肌肉痛,皮疹,血小板减少等。 这些不良反应如果特别严重,就会对患者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根据不良反应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医生会对你进行风险评估,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 这可能包括停用特定的降压药物,调整剂量或更换其他药物。 四,如何正确使用降压药物。 一,医生指导下的用药原则。 在被诊断出高血压后,医生会对你的身体情况和血压状态进行科学的评估,并且会根据这些评估结果为你安排合适的降压药物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因此,正确使用降压药的第一步就是要遵守处方和用药指示。 严格地按照既定好的用药时间,剂量和用药方式来服用降压药物。 二,定期监测身体状况。 定期复诊和检测血压,以确保降压药物的治疗效果,并根据需要进行剂量调整。 监测肾功能、血液参数和其他相关指标,以及对降压药物可能影响的特定器官功能。 三,注意副作用的预防和处理。 学习和了解降压药物的常见副作用,并密切注意自己的身体反应。 遵循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以预防和减轻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如出现副作用,及时与医生联系并寻求适当的处理和调整方案。 五,吃降压药的同时,做好三件事,血压稳稳的。 一,坚持运动。运动能促进神经和血管功能的调节,进一步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特别是在高血压早期,患者的神经调节能力会失去平衡,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导致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加快,血压异常升高。 然而,在运动过程中,肌肉会放松,从而降低周围血管的张力。 血管会扩张,血压会逐渐下降。 二,多吃些含钾元素的食物。 钾和钾是调节人体血压的两种重要电解质。 高钾饮食会增加高血压发生的风险,而高钾饮食可以降低血压。 由此可见,高血压患者可以适量地多吃含钾离子的食物。 钾的摄入有助于身体平衡严重钾的影响。 这样可以保持血压稳定,有利于降低血压。 三,心态平和。 长期的精神紧张,过度的情绪波动,兴奋,焦虑,噪音或不良的视觉刺激也会导致高血压的发生。 年龄因素,生活方式因素,以及其他疾病或药物的影响可能导致高血压的改变。 因此,良好的情绪对维持高血压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使我们的精神状态稳定,这有利于疾病的治疗。 如果您有其他健康问题或正在服用其他药物,一定要告诉医生。 这有助于医生调整治疗方案,以避免不良相互作用。 通过采取这些策略,您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长期服用降压药可能带来的风险, 并确保您的高血压管理得当,同时维持整体健康。 记住,与医生密切合作并积极参与自己的健康管理是关键。